第十一章,你应该投资什么?致富没有唯一的正确途径,你可能从未听过华梁杰、YVJ这个人,他被世卫史上最接触的柔道教练之一。虽然,他从未参加过柔道比赛只参加过柔数比赛,但他一再训练出柔道及其他武术比赛的冠军者。 华梁杰的重要洞察之一是,他的学习方式并不适合每个人,一个教练的最大错误是,把他被教导及学习的方式套用在他教导的每一人身上。 曾经有个教练对我说,我的徒弟全都打得像我一样,然后,上场,他的徒弟没一个能打赢我的徒弟,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告诉他,他必须因材施教。 六十三华梁杰的这个领悟,适合某些人的东西,未必适合其他人,不仅是用于柔道,投资也适用。 不过,坊间的投资建议先少是因材施教的。 通常,你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专家声称他知道致富的唯一正确途径。 其实,致富的途径很多,就如同在武术比赛中打赢的方法有很多众。 因此,创造财富的适当方法是探索所有这些途径,找出最符合你需要的途径。 正因此,我才会说,若你想致富,必须持续购买多众多样的生财资产。 你大概还记得我在本书的前言中说过这个,这是持续买进的核心理念。 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该购买与拥有哪众生财资产。 多数投资人在建立一个投资资产组合时,很少看股票与债券以外的投资标的,我不怪他们这点,这两种资产的却是创造财富的好选择。 但是,股票与债券只不过是投资领域的一小部分,若你很认真看待增加财富这件事,你应该考虑投资界里的每种产品。 为此,我汇集了一份最佳生财资产清单,让你用于增长你的财富。 针对讨论到的每一种资产,我将定义它是什么,分析投资的利弊,并告诉你如何实际投资它。 这份清单不是推荐,而是供你进一步研究的起始点。 由于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境况,我无法说下列资产中的哪一种适合你。 事实上,我本身知庸有过这些类别资产当中的四众,因为其中某些资产类别不适合我。 我建议你,在为你的投资资产组合添加或去除任何一种资产前,应该先充分评估。 首先来看我最喜爱的一种吧。 股票,如果要我只挑选一种投资资产,把钱全部投资进去,我绝对会选择股票。 股票代表对一企业的所有权,一级股权,是很好的投资标的,因为它们是长期创造财富的最可靠途径之一。 为何你应该,不应该投资于股票? 财经教授杰洛米西格尔,Jeremy Segal,在其著作《长期获利之道》,散户投资正典,Stocks for the long run,中指出, 过去204年,美国股权的平均实质年报酬率为6.8%,64%当然了,过去几个世纪,美国股市是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之一。 但资料显示,全球其他许多股市也提供长期正实质报酬率,一级经过通膨率调整后的报酬率。 例如,埃尔罗伊迪姆森、埃尔罗·丁森森、保罗·马许、Paul Marsh及麦克·史当顿、Mike Stanton等三位学者分析16个国家在1900年至2006年间的股权报酬率后发现, 他们全都提供长期正实质报酬率,最低的是比利时,平均实质年报酬率2.7%,最高的是瑞典,平均实质年报酬率近8%。 美国呢? 在这16个国家中,美国排在前25%第75个百分位。 虽然,美国的股权报酬率高于世界平均,仍然落后于南非、澳洲及瑞典等国家。 65这显示,美国的股权报酬率虽然出色,但在全球舞台上还称不上是明星呢? 更重要的是,这三位学者所做的分析是针对20世纪,那是人类史上破坏最大的期间之一。 但是,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整体股市仍然提供了长期正实质报酬率。 财富,战争与智慧,Wealth,War,与Wisdom,艺书作者巴顿·毕格斯·Barton Biggs, 显示哪些种类的资产最有可能历经数世纪而保存财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他指出,考虑到变现的流动性,我必须下此结论。 股权是你的财富的最佳归属,66当然了,发生于20世纪的全球股市扬升趋势,也可能不会持续至未来,不过,我敢打赌,会。 拥有股票还有一项好处,他们不需要你做什么持续地维持养护工作,你拥有企业的股权,获取报酬,别人,公司管理团队为你经营这企业。 尽管我对投资股票赞誉有加,但他们不是核胆量小的人。 事实上,你应该预期会看到,在一世纪期间,就出现几次股价崩跌超过50%的情形,每4到5年会出现一次股价重挫30%的情形,至少每隔一年就会出现股价下跌10%的情形。 股票的这种高波动性,正是导致人们难以再。 动荡时期继续持有手中股票的主因,看到10年的价值成长,在短短几天内消失,就算是经验最老道的投资人都可能心惊胆战。 对付这种情绪起伏的最好办法是以长期投资为主,这虽不能保证报酬,但是有民政,历经足够时间,股价往往能弥补他们偶发的损失。 时间是股权投资者的好朋友。 如何买股票? 你可以购买个股,或是购买指数型基金或ETF这类由多档股票构成的一篮子广泛投资标的,这可以拓展你拥有的股票种类。 例如,一档S与P500指数型基金让你拥有广泛的美国公司股权,一档全球股票,指数型基金Total World Stock Index Fund让你拥有全球许多公司的股权。 我偏好拥有指数型基金和ETF,胜过个股,原因很多,下一章将讨论其中的许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指数型基金让你容易且便宜地获得多样化分散风险的效果。 不过,就算你决定只透过指数型基金来持有股票,究竟该拥有哪种类型的股票也是见仁见智。 有些人主张你应该重视规模较小型的股票,有些人主张你应该重视估值,价值股,value stocks,也有人主张你应该重视股价趋势,动能股,momentum stocks。 甚至有人建议,买经常配发股息的股票,必定支付。股息只是一公司支付给股东,就是你的一种利润。 例如,若你拥有一公司5%的股份,它发放总计100万美元的股息的话,你将会收到5万美元。 相当不错,是吧? 不论你选择哪种股票策略,重点在于拥有一些这类资产。 我个人透过三种股票型,ETF,拥有美国股票,以开发市场的股票,以及新兴市场的股票,我也有一些小型价值股。 这是不是投资股票的最理想方式呢? 谁知道。 但这对我管用,长期应该也会表现不错。 股票投资总结,平均复利年报酬率,8%至10%。 例,高历史报酬率,易于拥有与交易,低维持与养护成本。 别人为你经营企业。 B,高波动。 估值可能因为市场气氛而快速变化,而非因为基本面。 债券。 讨论完刺激的股票世界,接着来看比较平静的债券世界。 债券是投资人提供给借款人的贷款,将在一段时间后偿还。 这段时间称为期间Term,票期,Tenna,或到期日Maturity。 许多债券规定,在到期日偿还全部本金之前的期间, 定期向投资人支付票息。 年票息除以债券的票面价格,就是债券的直利率。 例如,你用1000美元买了一张债券,它每年付你100美元, 那么,这债券的直利率就是10%美元100斜到美元1,000。 发行债券的借款人可能是个人、企业或政府。 多数时候,当投资人讨论到债券时,他们指的是美国国库券,这些债券的借款人是美国政府。 美国国库券有各种到期日,因到期日的长短而有不同名称, 短期美国国库券TREASURY BILLS,到期日介于1-12个月, 中期美国国库券TREASURY NOTES,到期日介于2-10年, 长期美国国库券TREASURY BONDS,到期日介于10-30年。 你可以在TREASURY GOG网站上找到这些不同到期日的美国国库券支付的利率。 67,除了美国国库券,你也可以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公司债, 投资人向企业提供贷款,地方债券,投资人向地方州政府提供贷款。 虽然,这些类别的债券通常支付比美国国库券更高的利率, 但风险往往也比较高。 为何他们的风险比美国国库券高呢? 因为美国财政部是世上信用最可靠的借款人。 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印钞票支付其欠款, 任何借钱给他的人几乎保证能拿回他们的钱。 至于外国政府、地方政府或企业,那就未必了, 他们全都有可能债务违约。 这也是我倾向只投资美国国库券和我居住的州 发行的一些免税地方债券的原因。 若我想冒更高风险的话,我不会购买风险较高的债券, 增加我的投资资产组合中的债券部位。 债券应该作为一种多样化分散风险的资产, 而非风险性资产。 我知道,持有值利率较高,风险较高的债券, 有其道理,特别是考虑到2008年以后的 美国国库券值利率那么低。 但是,投资债券,重要的不只是赚取之利率, 债券还有其他对投资人有益的特性。 为何你应该不应该投资债券? 我推荐债券是基于债券的下列特性。 一,通常,当股票以及其他的风险性资产下挫时, 债券上扬。 二,比起其他资产,债券有更稳定的所得流。 三,债券能提供流动性,让你可以变现, 用于在平衡rebalance你的投资资产组合或支应负债。 在市场抛售时,很多种类的投资。 资产都会价格下跌, 债券是少数价格趋向上扬的资产种类之一。 当投资人出托他们的风险性较高的资产, 转而购买债券时, 一般称此为逃向安全资产Flight to Safety。 由于这种倾向, 在最糟糕时期, 债券可以作为你的投资资产组合中的一种行为支柱。 其次,因为债券的稳定性, 债券也往往提供更稳定的长期所得流。 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印钞票, 还钱给债券持有人, 买了债券之后, 你不需要担心你的所得有变化。 最后,由于在市场东盘时, 债券较稳定, 万一你需要更多现金来对你的投资资产组合进行在平衡, 或是支应负债的话, 债券往往能提供好的流动性。 举例而言, 若你因为金融恐慌而失去工作, 你将会欣慰你能仰赖你的投资资产组合中的债券部位来帮助你度过这艰难时期。 换言之, 你可以卖掉一些债券, 换取现金。 检视在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导致的是厂东盘期间, 各种比例的投资资产组合的表现, 你就能看出债券对于稳定投资资产价值的效果。 如图表11-1所示, 债券美国国库券部位较多的投资资产组合价值下滑程度小于债券部位较少的投资资产组合。 图表11-1持有较多债券的投资资产组合价值下滑程度较小, 2020年1月1日至4月28日。 在这例子中, 2020年3月时, 60%股票40%债券和 80%股票20%债券的投资资产组合的价值下滑程度都小于只有S与P500的投资资产。 更重要的是, 投资资产组合中有债券部位并在市场崩盘时进行再平衡资产组合的投资人, 在接下来市场回升时获得更大益处。 举例而言, 我很幸运, 我在平衡我的投资资产组合, 我在2020年3月23日出售一些债券, 购买股票, 这天正式是场处抵制人。 是的, 这时间点完全是运气, 但我拥有债券而得以出售一些债券, 买进股票买在低点, 这就不是运气了。 拥有债券的一大缺点是, 报酬率通常远低于股票和多数其他的风险性资产, 尤其是当债券的值利率低的时候, 比如2008年至2020年期间。 在低值利率的环境下, 把通膨率纳入考虑后, 债券的实质报酬率可能接近零货付报酬。 如何买债券? 你可以选择直接购买个别债券, 但我建议透过债券型指数基金或ETF来买, 因为这容易得多。 虽然, 过去有人争论个别债券的表现和债券型基金的表现是否存在实质差异, 事实上并没有差异。 AQR资本管理公司AQR Capital Management的创办人克里夫·艾斯尼斯·Cliff Esnes 于2014年在金融分析师期刊《Financial Analyst Journal》上撰文彻底推翻了这论点。 68,不论你选择用哪种方式购买债券, 债券除了能使你的财富增长, 还能在你的投资资产组合中扮演重要角色。 俗话说得好, 买股票让我们能吃得好, 买债券让我们能睡得好。 债券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 2%至4%在低利率环境下, 可能接近0%。 利,波动性较低, 很能帮助你在平衡投资资产组合。 投资本金很安全。 B,低报酬率, 尤其是在经过通膨调整后, 在低值利率的环境下, 产生了所得低。 投资性房地产, 股票与债券领域之外, 最盛行的生财资产之一是投资房地产。 拥有一笔投资性房地产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你可以自用, 不使用时把它出租, 也可以赚取额外收入。 为何你应该, 不应该购买投资性不动产? 若你正确地管理不动产, 就会有其他人付租金的租客为你缴房贷, 在此同时, 你还能享有长期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此外, 若你在购买房地产时能获得贷款, 你的报酬可能因为融资杠杆而稍微增加。 贷款购买投资性房地产时, 这杠杆操作提高你在房地产价格变化上的暴险程度。 举例而言, 若你支付头期款10万美元购买一笔50万美元的房地产, 这意味着其余的40万美元是贷款。 现在, 假设这房地产在一年后上涨至60万美元, 若你卖掉它, 偿还贷款后会剩下20万美元, 而非原来的10万美元。 由于融资杠杆, 房价的上涨20%让你赚得100%的报酬率, 你原本的10万美元变成了20万美元。 若你觉得这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因为确实如此。 但别忘了, 若房价下跌的话, 融资杠杆就会带给你亏损了。 举例而言, 若你的房子从50万美元跌价至40万美元, 你卖房子, 投资本金也全没了。 房价的下跌20%是你的投资, 下滑了100%。 不过, 由于房地产价格大崩盘的情况很少见, 融资杠杆通常会带给房地产投资人挣报酬。 尽管拥有投资性房地产, 有许多财务益处, 这种投资需要投入的功夫也远多于许多 其他你可以买了之后, 就放着不管的资产。 投资房地产, 你得有能力应付人, 乘租人, 把物业张贴到出租网站上, 把它弄得看起来, 吸引潜在房客, 提供持续的维修, 以及其他许多种种的工作。 此外, 你还必须应付资产负债表上 多了一笔负债而增添的压力。 若这一切都应付得了, 拥有投资性房地产可能很棒, 尤其是若你购买这房地产的资金大都 来自贷款的话。 但是, 当出了问题, 情势变糟时, 例如2020年是新冠疫情导致的旅游限制, 那就可能麻烦大了。 许多爱比赢的物业业主就学到了惨痛教训, 投资于房地产未必是那模容易的事。 投资性房地产的报酬可能远高于股票或债券, 但也需要投入远远更多的功夫才能赚的这些报酬。 最后, 购买个别的投资性房地产跟购买个股一样, 没有把风险分散。 购买一笔投资性房地产时, 你将承担与这房地产相关的所有风险, 房地产市场也许兴隆, 但若你的物业有太多基本问题与成本的话, 这笔投资仍然可能获得糟糕的结果。 由于多数投资人不可能拥有够多的投资性房地产以分散风险, 因此, 单笔投资性房地产的风险值得注意。 尽管如此, 若你想要更掌握自己的投资, 并且喜欢房地产看的线也摸得着, 那么, 你应该考虑在你的投资资产组合中加入投资性房地产。 如何购买投资性房地产? 购买投资性房地产的最佳途径是透过房地产经纪人, 或是直接和卖家商议。 这流程可能相当复杂, 因此, 我建议你事前地做仔细研究。 房地产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 12%至15%适当地租房行情而定。 B, 报酬高于其他较传统的资产类别, 尤其是在使用融资杠杆时。 B, 物业与承租人的管理可能很头痛, 难以多样化分散风险。 不动产投资信托, 若你想投资不动产, 又不想自己管理, 那么, 不动产投资信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以下简称Rights, 可能适合你。 Rights是一众拥有机管理不动产物业的事业, 把来自这些物业的收益支付给Rights持有人。 事实上, 美国法律规定, Rights必须把可税所得的至少90%作为股利编案, 台湾Rights则规定应每年配息, 派发给股东一级Rights持有人。 这规定使Rights成为最可靠的生财资产之一。 但是, 并非所有Rights都相同。 有住宅型Rights, 可以拥有公寓大楼、 学生宿舍、 预置组合屋、 manufactured homes、 独栋住宅。 商用型Rights, 可以拥有办公大楼、 仓库、 零售店铺, 以及其他的商用物业。 此外, Rights也有募资形式的区别, 有在证交所公开交易的REITs, Publicly Traded Reits, Snow Reits, Private Reits, 非证交所交易的公开募资REITs, Publicly Non-Traded Reits, 分别说明如下。 公开交易的Rights, 就像公开上市公司一样在证交所交易, 所有投资人都可买卖。 一, 凡是持有广泛的一篮子股票指数型基金的人, 其实已经某重程度地拥有公开交易的Rights, 的部位。 因此, 除非你想增加不动产在你的投资资产组合中的部位时, 否则没必要购买更多的Rights。 二, 除了购买个别的公开交易Rights, 你也可以购买公开交易的Rights指数型基金, 这类基金投资于一篮子的Rights。 私募Rights, 不在证交所交易, 只提供给达标投资人Accredited Investors, 获益合格投资人, 受信投资人, 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净资产, 或过去三年的年收入至少20万美元的投资人。 一, 需要透过经纪商, 可能得较高服务费。 二, 受到较少的监管。 三, 由于要求持有的期间较长, 流动性较低。 四, 产生的报酬可能高于公开交易的Rights。 非证交所交易的公开募资Rights, 不在证交所交易, 但透过众筹平台, 提供给所有大众投资人。 一, 比私募Rights受到的监管多。 二, 有最低投资额要求。 三, 由于要求持有的期间较长, 流动性较低。 四, 产生的报酬可能高于公开交易的Rights。 我只投资过公开交易的Rights ETF, 但不动产众筹公司发行的非证交所交易Rights, 可以提供更高的长期报酬。 为何你应该, 不应该投资Rights? 不论你决定投资于哪种Rights, 它们通常有相似于股票的报酬, 或更好的报酬。 而且, 在股市容景时期, Rights, 与股市的相关性低, 约0.5至0.7。 这意味的是, 当股市表现不佳时, Rights可能表现得不错。 但是, 跟多数其他风险性资产一样, 当股市崩盘时, 公开交易的Rights的持有人往往会抢着卖出。 因此, 别期望Rights带领你分散风险的益处。 如何投资Rights? 如前所述, 你可以透过任何的经纪商平台投资公开交易的Rights, 或是前往众筹平台购买非证交所交易的Rights 或私募Rights。 我个人偏好公开交易的Rights, 只是因为它们的流动性较高一级容易买卖, 但非证交所交易的Rights或私募Rights也有其优点, 就是你可以挑选投资哪些特定的物业。 Rights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10%至12%。 例, 投资资产组合中庸有不动产部位, 但不需要你管理, 容景时期, Rights与股市的相关性低。 B,波动性高于或相同于股票, 非证交所交易的Rights流动性较低。 股市崩盘时期, Rights与股票及其他风险性资产高度相关。 农地, 除了房地产, 农地也是一种不错的生财资产, 在整个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 为何你应该, 不应该投资农地? 现今, 投资农地的最佳理由之一是, 它与股票及债券报酬的相关性低, 因为农业收入通常和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不相关。 此外, 农地的波动性低于股票, 因为土地的价值不会随着时日变化太多。 由于土地的逐年生产力稳定性高于企业生产力, 所以, 相较于股票, 农地的整体波动性较低。 再者, 农地也可以抗通膨, 因为它的价值往往随着广泛物价趋势上升。 基于其特殊的风险特质一级低波动性, 以及还算不错的报酬率, 农地的报酬率不像个股或债券那样可能降低至零。 当然啦, 未来, 气候变迁的影响可能改变这点。 投资农地, 你能期望获得怎样的报酬率呢? 专长于农地投资的经理人杰伊吉洛托J.Gerotto 接受避险基金经理人泰德塞德斯Teth Seeds访谈时说, 他的报酬模型显示, 农地投资年报酬率是7%至9%, 约有一半的报酬来自农产收成, 另一半的报酬来自土地增值。 69. 如何投资农地? 购买个别农的可不轻松。 投资人想拥有农地, 最常见的途径是透过公开交易的Rights, 或是透过众筹平台的Rights。 众筹平台上的Rights可以让你更能掌控 投资于哪些特定的农地地产。 但透过众筹平台的缺点是, 它们通常只提供给达标投资人 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净资产, 或过去三年的年收入至少20万美元的投资人。 此外, 这些众筹平台的收费可能高于其他公开交易的Rights。 由于推出这类交易很花功夫, 我不认为这些收费是抢钱, 但若你讨厌收费概念的话, 必须记住这点。 农地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7%至9%。 例, 与股票及其他风险性资产的相关性低, 是不错的抗通膨资产, 相较于其他资产, 农地的报酬较不可能降低至0。 B, 流动性较低, 较不容易买卖, 费用较高, 需要达标投资人的资格, 才能参与众筹平台。 小型企业, 加盟店, 天使投资, 若你不想投资农地, 也许可以考虑拥有一个小型企业, 或成为小型企业的股东, 这是所谓的天使投资和小型企业投资。 不过, 在做这类投资之前, 你得先决定你要不要经营这企业, 或者是想提供投资资本及专场。 业主加经营者, 若你想成为一个小型企业或加盟店的业主加经营者, 切记, 就算你已经想到了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实际上的工作量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小型企业投资专家布伦·贝肖尔·Brand Basher曾经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经营一间潜艇保速十连锁店Subway的经营者手册长达800页, 你可以想象, 经营一家5000万美元的制造公司, 得花多少心力与功夫。 其实, 我在这里提到贝肖尔的评论, 不是要劝你打消创立一个小型企业的念头, 只是要你务实地预期这将需要投入多少的工作。 拥有与经营一个小型企业, 可能创造出远高于其他许多生财资产的报酬, 但你必须为这小企业付出。 只当业主, 若你不想走经营者这条路, 当个天使投资人或一个小型企业的被动业主, 能为你赚进非常可观的报酬。 根据多项研究调查, 天使投资的期望年报酬率介于20%至25%。 71不过, 这些报酬率也有很大的偏差。 天使资本协会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 平均每9笔天使投资中仅有一笔, 相当于11%获得正报酬率。 72这显示, 虽然某些小型企业可能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 大多数小型企业不出创业车库后, 没办法走太远。 著名投资人 创投公司Y Combinator的总裁 山姆·奥特曼 曾这么写道, 从你的单一个最佳天使投资赚到的钱, 比你的所有其他天使投资合计赚到的钱还要多,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此, 天使投资的真正风险在于错过那个杰出的投资, 而非未能回收你对所有其他公司的投资 或是一些人要求的保证两倍报酬。 73所以, 投资于小型企业可能极困难, 但也可能获得极大报酬。 不过, 在决定孤注一掷钱, 你应该要知道, 投资于小型企业可能得投入非常多的时间。 正因此, 畅销书作家塔克·麦克斯 Tucker Max放弃了天使投资。 他也认为, 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该踏出这一步。 麦克斯的论点很清楚, 若你想做出最佳天使投资, 获取超大报酬, 那你必须深更改社群。 74这个主题的研究也支持麦克斯的主张, 研究发现, 一位天使投资人投入于尽责调查, 经验及参与的时间, 全都和他的长期报酬正相关。 75如何投资小型企业? 你不能把天使投资, 投资小型企业当成副业而期望获得大报酬。 虽然, 一些众筹平台让散户能投资于小型企业, 其他机会则是只提供给达标投资人, 但这类平台不太可能让你有机会早早投资于下一个大明星级企业。 我说这个不是要打击你, 而是要重申一点, 那些最成功的小型企业投资人投入的不只是资本。 若你想成为小型企业投资人, 切记, 你可能得做出更大的生活方式改变, 才能看到显著成果。 小型企业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 20%至25%, 但有大量的亏损者。 B, 可能带来极大的报酬, 你投入的愈多, 愈能看到更多的未来机会。 B, 需要投入极多时间, 很多的失败可能令人丧气。 权利金, 若你没兴趣投资小型企业, 也许你需要投资更有文化意义的东西, 你可以考虑权利金。 权利金是为了持续使用一特定资产而支付的款项, 通常是指有版权的作品。 一些网站让你可以买卖音乐、 影片及商标的权利金的所有权, 赚取他们的未来权利金收入。 为何你应该不应该投资于权利金? 权利金之所以成为一种不错的投资标的, 是因为它们能产生与金融市场不相关的稳定收入。 举例而言, 杰斯、Jay-Z和爱丽西亚凯斯、 Alicia Peace的歌曲《帝国之星》, Empire State of Mine, 在12个月期间赚进32,733美元的权利金。 在权利金交易网站, royaltyexchange.com上, 这首歌曲的10年权利金价值售价为19万零五百美元。 若我们假设未来的每年权利金收入不变, 仍然维持32,733美元, 支付19万零五百美元买下那些权利金的所有权人, 在未来十年的每年报酬率位11.2%。 当然, 没人知道这首歌未来十年的权利金收入将会增加、持平或是减少, 这得看人们未来的音乐品位, 以及音乐品位的逐年变化。 这是投资权利金的风险及好处之一, 文化会变迁, 曾经流行的东西可能退流行, 反之亦然, 以往不流行的东西将来可能流行起来。 不过, 权利金交易网站有一个名为Dollar Edge的指标, 他们用这指标来测试即量化某个东西可能持续流行多久。 例如, 若两首歌曲去年都赚得1万美元权利金, 但其中一首歌曲是1950年发行的, 另一首歌曲是2019年发行的, 那么, 1950年发行的那首歌曲就有较高的、较老的Dollar Edge, 或许是个更好的长期投资标的。 为时摩, 因为这首1950年发行的歌曲已有70年的获利实力证明, 反观2019年发行的那首歌曲只有一年的获利证明。 虽然, 2019年发行的那首歌曲是一时的流行, 但1950年发行的那首歌曲却是无可否认的经典。 这概念的更正式名称是灵蒂效应, Lindy Phate, 一样东西的未来流行度与它迄今已存在的时间程正比。 Lindy 效应解释, 为时摩2220年时的人们更可能听莫扎特的音乐, 而不是金属制品乐团Metallica的歌曲。 虽然, 金属制品乐团现今的全球听众可能比莫扎特来得多, 我不确定两个世纪之后是否仍然如此。 最后, 投资权利金的另一个缺点是对卖方索取高费用。 通常, 在拍卖成交后, 外方必须支付成交价的一个比例作为服务于手续费, 这费用可能很大比。 所以, 除非你计划只投资权利金并且做得具有规模, 否则, 权利金这个投资标的可能不适合你。 如何投资权利金? 一般投资人购买权利金的最常见途径是每合买方与卖方的线上平台。 虽然, 你也可以经由私下交易来购买权利金, 线上平台大概是较容易的途径。 权利金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5%至20%。 76, 与传统的金融资产不相关, 通常可获得稳定收入。 B, 卖方得支付高费用, 品位可能出乎意料的变化, 影响到权利金收入。 你自己的产品, 最后一个标的也很重要, 你能投资的最佳生财资产之一是你自己的产品。 不同于我这份清单上的所有其他种类资产, 创造你自己的产品, 不论是数位或非数位产品, 让你的掌控程度高于多数其他类别的资产品。 由于你是你的产品的百分之百所有权人, 你可以自己订定产品的价格, 因此决定他们的报酬至少, 理论上是如此。 包括书籍、 资讯指南、 线上课程等等, 全都是产品。 为何你应该不应该投资你自己的产品? 我认识不少人靠着在线上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 赚五位数到六位数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若你已经透过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名单或网站拥有一群受众、 那么销售产品是把这群受众转换成金钱的一条途径。 纵使你没有任何的这些销售通路, 现在有声破天、 Spotify、 甘露、 Gumroad之类的平台, 以及线上支付处理商, 在线上销售产品是空前的容易。 投资于销售自己的产品, 困难之处在于需要很多的钳制努力, 但不保证有回报。 把产品转换成金钱是一条漫长的路。 不过, 一旦你开发出一个成功的产品, 扩展你的品牌和销售其他东西 就会容易得多。 举例而言, 我的部落格 ofdollarsandated.com的收入 从一小群联盟行销伙伴 成长到包括广告销售 和更多的自由建案撰文机会。 我花了多年时间 努力撰写部落格文章后, 才开始见到明显的收入。 但现在, 新机会总是不断出现。 如何投资你自己的产品? 若你想投资自己的产品, 你必须打造出它们。 不论这指的是 创立一个部落格网站 或创建你自己的 类似生破天商店, 打造产品得花很多时间及努力。 你的产品投资总结 平均复利年报酬率, 差异很大, 呈现肥味分布 一级多数产品的报酬低, 但一些产品的报酬高。 例, 百分之百所有权, 个人满足与成就感, 能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 B, 非常劳力密集, 不保证有回报。 黄金, 加密货币, 艺术品等等呢? 某些资产类别 没有登上我的上述清单, 仅仅是因为 它们不会产生收入, 以及它们不是生财资产。 黄金, 加密货币, 艺术品, 葡萄酒, 全都不会产生 与它们的所有权相关的所得流, 因此, 我没有把它们 列入我的生财资产清单上。 当然, 这并非指你无法靠这些资产赚钱, 而是指它们的估值, valuation, 完全是基于观点, 别人愿意支付多少, 钱购买它们。 就那些不会创造现金流量的资产来说, 观点决定一切, 但生财资产就不一样了。 虽然, 观点会影响这类资产的价格, 它们的估值应该取决于 它们能产生的现金流量, 至少, 理论上是如此。 基于这个理由, 我的大部分投资90%是生财资产, 其余10%分散投资非生财资产, 如艺术品和各种加密货币。 最后总结, 图表11-2摘要整理本章内容, 让你更易于比较各种生财资产。 图表11-2各种生财资产的报酬率与利弊币。 不论你最终选择怎样的生财资产组合, 最是资产配置, 是对你及你的近况最合适的资产配置。 两个人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投资策略, 但这两种投资策略可能都对。 讨论完你该投资于什么? 接下来花点时间讨论为何你不该投资于个股。